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挥抽水蓄能电站 调风调频 旋转备用等快速响应的作用 加强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与运行管理 已成为我国电力发展的战略需求 然而 抽水蓄能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问题与事故频发 其关键原因之一是 水泵水轮机全特性的非线性 及流道和机组特性的匹配机理等理论的缺失 而模型实验是开展针对性研究的重要手段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下属的 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团队 在武汉市江夏区土地堂建设了武汉大学抽水蓄能实验大厅 研发构建了国内外首座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整体实验平台 研究团队组建于上世纪50年代 长期致力于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研究 并于1996年建立了位于武汉大学校内的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不及重点实验室 以杨建东教授为学术带头人 以托三峡右岸地下电站 象加坝地下水电站 蓬水水电站等大批重大水电工程 开展了一系列模型实验研究 系列研究成果应用于30余座特大型水电站和20余座抽水蓄能电站设计和运行中 于200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 排名第一 2008年12月武汉大学抽水蓄能实验大厅开始立项建设 于2012年12月基本建成 实验大厅长120米 宽30米 高18米 其中抽水蓄能电站过渡过程整体实验平台 由以下九大磁系统组成 即构建组装式小型抽水蓄能电站 一、模型机组子系统 包含两套比转速相同 反S特性有明显差别的可逆式水泵水轮机 以及发电电动机 为模型实验最重要的设备 二、模型水道子系统为研究系统水力特性的关键 由上下游水库、管道与岔管、尾水调压井等建筑物组成 采用移动两机布置形式 三、循环水子系统为模型实验提供循环水 四、粒磁铜器保护子系统 为模型实验提供粒磁控制、机组并网和电机保护等功能 五、调速控制子系统 为模型水泵水轮机提供各种调节与控制等功能 六、变频幻象子系统 为模型实验提供水泵变频启动和抽水发电工况转换等功能 七、负载子系统 为模型实验提供孤网运行条件下的RLC负荷 四、此外、模型机组还可在并大电网运行条件下开展试验 八、监控子系统 为模型实验提供运行指令下达、数据采集处理、机组安全监测等功能 九、量测子系统 为模型实验提供各种物理量的快速采集、处理及分析等功能 相比国内外的同类研究 实验观测到不同反S特性引起发散与收敛完全相反结果 以及动态环等新的物理现象 验证了导液关闭规律优化 飞翼工况稳定性判矩 水泵水轮机泵工况下稳态和顺态特性 电站系统稳定性分析等理论推导和数值模拟的正确性 研究团队于2017年出版《抽水蓄能机组》过渡过程 专注一部《科学出版社》近三年在领域主流学术期刊 发表SCI论文三十余篇 并多次参加权威国际会议 研究成果受到瑞士、瑞典、挪威等多国专家的好评与正面引用 研究团队成员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等积极建立实验研究国际合作 并受邀参与编写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水利机械顺态过程国际导泽 专项负责起草水电站系统整体物理模型实验的关键章节 一次次难题的根除是智慧在传承中的浴火重生 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是经验在革新里的破茧而出 目前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海水抽水蓄能电站前瞻技术研究项目 实验大厅中正在进行 海水抽水蓄能电站模型实证平台的研发构建 实证平台以可变速可逆式抽水蓄能机组及其控制系统 模拟海水水位波动的下游水箱 可调节压强和饮用流量的上游封闭式压力罐等关键设备为特色 为后续我国海水抽水蓄能电站的实际建设与运行奠定理论基础 未来计划在实验大厅匹配适度的风力与光伏发电设备 研发集成可变速海水抽水蓄能风光 联合运行智能微网实证装置 系统性的开展 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 发电智能微网动态特性研究 岁月无痕 流水有声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电站安全运行研究团队 定将坚持创新 永攀高峰 为我国抽水蓄能技术革新与升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寻梦远航 一路前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